HELLO 大家好我是雙貫団 今天呢要繼續來玩 選順RPG模組生存 來觀眾我們上一次呢就是 前往了伊甸世界對不對 然後呢打贏的BOSS 也取得就是進入到下一個世界 所需的道具喔 那其實我私底下 好不好這一次真的有私底下 我私底下呢其實有 再去了一趟雪地以及伊甸喔 我農了一些東西回來 那個稍微為各位介紹一下喔 各位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是梅石熔爐喔 它是在雪地的那個 村民家裡面發現的 我記得有人說這個東西是 無限燃料的有沒有 下面是沒有燃料草的嘛 所以說我只要把生魚丟進去 它就會開始燃燒 這是一個無限 你們懂嗎 無限的一個熔爐欸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個東西好像不能夠接漏斗 你們懂嗎 就是我接上漏斗的時候 它是沒辦法傳導下去的 就比較可惜啦 總之我現在就是可能少了東西 比較少的東西 我就會用這個梅石熔爐來燒 也比較快嘛 它就不用燃料很爽 然後呢我記得伊甸有這個 特殊的伊甸箱子對不對 這個伊甸箱子也是非常的有來頭啊 我們隨便放一下 上次 上個集的時候其實我也有開到 可是我好像沒有特別就是 講解之類的喔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它是一個小箱子 它容量是大箱子的感覺 就還行啦 我可能之後這些東西都放爆滿了 我就放幾個小箱子在這邊 或者是我私底下可能再去農 然後把所有的這個箱子 都換成這個小箱子 這樣子的話我們容量只會變兩倍 對不對 不過因為我們目前的箱子其實容量還夠啦 我就先先放著 之後真的有缺再說 那基本上我去血緣和伊甸 當然也不可能就是為了拿那個箱子以及容量嘛 我去那兩個世界最大的目的 就是為了拿這個伊甸之弓 以及 呃這個天賴之獸 然後其實我已經取完名字了 好不好 這些都是觀眾 觀眾取的名字 我們真的是每一把武器都有名字的欸 呃 防裝倒是沒有啦 防裝倒是沒什麼取 就兩件吧 那這個伊甸之弓應該就沒什麼好講的吧 就是 就是我收集伊甸寶石做出來的東西 重點是這個 天賴之獸啊 他是由天賴之音合上去的 或者是好不好 或者 或者他可以從箱子開刀 沒錯好不好 我直接在箱子開刀一個新的 全新的天賴之獸 不過這也合理啊 畢竟他 也不是說非常貴 我們可以稍微試用看看 喝 唉唷 他的聲音更難聽了 我覺得天賴之音比較好聽給你們聽 有沒有啊 天賴之宋 我覺得好難聽喔 這到底是什麼垃圾 垃圾裝備啊 不過不管怎麼說啊 這把 那個天賴之宋一樣很強啊 我們就給他附上耐久戰 讓他比較不會爆掉有沒有 然後伊甸之弓 我想要附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要測試一個東西啊 就是 無限有沒有用 如果無限有用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個 暴風雪弓換掉 要換成伊甸之弓了 衝擊2 好啦 衝擊負一下 就我覺得還蠻必要的啦 好不好 我們負下去 強力4 衝擊2 還不錯 然後接著我們再拿一本 強力 以及 無限來負一下 這個敲上去就非常屌了好不好 等級4 然後這個再敲 強力 Yeah 那這樣可以射了嗎 當然不行啊 我 至少應該要做出一個伊甸之劍吧 還是一般箭矢也可以射 我試試看 不行 一般箭矢不能射 那伊甸之劍要怎麼做呢 他好像會需要用伊甸碎片吧 沒錯 伊甸碎片和羽毛以及木棒 這個我都有啊 材料很多的啊 總之呢 我就直接先做一把出來吧 然後就來試試看 4根喔 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來射喔 3 2 1 射 然後我們看這部分撿起來 欸 根本撿不起來 撿不起來代表什麼 無限有效欸 那等於這一把可以完全取代 那個 暴風雪弓了吧 雖然說暴風雪弓會爆炸很痛 可是 他會炸到我很煩啊 我覺得伊甸之劍可以取代他 這把我可能不會再拿了 伊甸之劍欸 然後我這裡東西真的是有夠亂 你知道嗎 我是不是應該找個時間好好整理一下我的背包了 好了 不然總之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遠大的目標 就我們上一集不是去了伊甸世界嗎 我們今天又要來馬上去下一個世界 那去下一個世界的傳送門 我們上一集也有講嘛 就是需要用伊甸之魂以及伊甸碎片和太陽風暴之星做這個伊甸塊 我是不夠啊 我什麼東西不夠 我的那個伊甸之魂不夠 沒關係我們先做一下 其實是應該夠啦 只是因為我把一些拿去做伊甸之石了 我為什麼要做伊甸之石啊 害得我現在又要回去打伊甸之魂了 不過我們要這樣我們就回去拿一下 畢竟他那個需求也不會很多嘛 我們可以順便試試看 這個弓箭的威力喔 這弓箭真的比你之前強很多欸 我覺得這一把不錯好不好 這把不錯 啊對 然後呢其實我在這邊有沒有 伊甸之石我已經有鋪一條路了 這條路就是可以給我們方便行走 不容我每次來這邊有沒有 我都要換成天使套裝 其實我還蠻怕換天使套裝被打下去的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快樂一點 就是 直接走下來最爽 然後順帶一提啊 這個兔子是可以馴服的喔 我們拿空手對他點右鍵 狂點的話有沒有 他就可以變成我們的兔子 然後我們只要打其他怪 我們的兔子應該會去打架有沒有 他會變黑色的喔我記得 有嗎有嗎 喔有了他變成黑色的兔子 就有點像我之前那個 打兔子的時候會跑出來的黑色兔子 還蠻強的 就看他在這邊追來追去欸 超好笑 好啦那總之我就先在這邊有沒有 稍微刷 欸怎麼下雨了 稍微刷一段時間啦 刷夠我們再回去好了 OK那我們目前呢 收集二十一個伊甸之魂也夠了啦 那我們就回去吧 然後順帶一提啊 這個兔子其實是可以跟我們回去的 但 我覺得麻煩 我讓他們坐在這裡好了啦 非禁我記得兔子打怪只有一滴血 蠻費的 而且他長得也沒有特別可愛 不可愛的東西我可是不收的好不好 所以說我就把它放在那邊 然後接著就繼續好不好 伊甸塊 做出來 十四個 這樣就夠了 我們就可以去下一個世界了 這也就是我們下一個世界的 所在處 喔有沒有 然後呢我們下一個世界一樣是由 目光之中來敲喔 應該說 他好像有四個 四個世界還五個世界吧 是用同樣的方式來開門的 然後他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喔 那總之我記得有觀眾跟我說啊 就是 包括這個新的世界有沒有 往後的幾個世界 好像都跟伊甸世界長得幾乎一樣 內容好像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 我現在其實 不知道 有點感覺 是不是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啊 那總之 呃 我會盡量把 這幾個世界玩得比較有趣一點啊 好不好 然後現在是在下雨 我其實還蠻討厭這種下雨天的 因為會遮蔽視野啊 然後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一樣是空島 只是他是藍色的 然後伊甸是黃色的吧 奇怪這個門明明就是橘色 他應該要來個橘色的世界啊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這種藍色的草 藍色的土地喔 我覺得蠻醜的 然後這個世界是不是 呃 怪 怪比較少啊 我沒看到任何一隻怪是誰啊 欸 喔這邊有怪這邊有怪 就是他還是會有不同的怪 欸原始狼欸 這個世界有狼欸 好帥喔 還不錯不錯不錯 那這個世界好像跟三個世界比起來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難度變得比較高一點 其他好像就沒什麼是不是 喔有啦有啦 開始有一些怪了 有沒有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還是有獨角獸啊 哈哈 原始獨角獸 這個就是你們看那個什麼 VTuber的檯有沒有 偶爾會出現的那個東西啊 獨角獸 哇這個世界的怪都很硬欸 血都超高的是怎樣 而且我被打會痛欸各位 我被打其實會掉血欸 他們 他們比三個世界更強了一點是不是 OK 他這一個世界他會掉魔法肉 呃 魔法肉好像也是可以吃的 然後重點是這個喔 原始是 呃 原始森林之魂 這個跟那個 伊甸之魂是一樣的東西 就他一樣可以做這種 有沒有 森林之石 然後可以做 欸原始塊 原始塊就是到下一個世界的 幹嘛啦 下一個世界的 傳送門方塊喔 然後他還可以做這個 原始之石有沒有 原始之石還可以合葬 去做森林寶石 寶石的話 基本上功能就是一樣的了啦 有沒有 他就是比較強的 比較強的東西 欸 可是他效果不一樣啊 水下再生效果是什麼 這套是水下再生欸 代表說 在 在我自己的理解是 水下再生是 在水裡面可以回血吧 應該是這個意思 然後他還有一把叫 原始之弓 欸等一下我伊甸之弓 是不是刷太早啊 感覺原始之弓更好欸 因為他會加快時間流速啊 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我其實不確定 這個加快時間流速 到底是 拿著之後 他方塊的變化會變壞 還是我們拉弓速度會變壞 我覺得他那個翻譯蠻奇怪的 那總之我們就在這邊有沒有 不斷的殺這些怪啦 然後一邊就是 找建築物啊 雖然說現在下雨天我蠻不開心的 但我們如果不找的話進行不下去啊 欸等一下我好像找到祭壇了 這個祭壇長得比較好看欸 就是 感覺是比較有用心在設計的 欸是嗎這是祭壇嗎等一下 還是單純的樹啊 這不是祭壇啊 欸各位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哇 他離我的出生點沒有很遠啊 這個就是boss的召喚祭壇 然後我們其實可以就是 欸木頭丟掉 我們丟他點一下 他其實有說就是我們需要 原始森林寶石來召喚boss 其實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先打欸 還是我要先農這套裝 其實我可以私底下再農啊 我又不一定 要現在把這些農好農滿對不對 我其實不知道 其實私底下農好農滿好像也是可以的啊 畢竟這樣比較省時間嘛 我就直接 打完boss直接回去有沒有 好像也是可以的 好啦不然就這麼決定了好不好 我目前的話其實 森林之魂還蠻多的 防裝我可能就先不做 我可能就私底下農的時候再做 那我現在的話呢 就是要直接來召喚哦 召喚boss 我應該是可以夠召喚了吧 我們在這邊做一下合成塔 然後 我其實有一組多了啦 我們可以把這些全部都拿來召喚有沒有 直接做生理寶石 然後看一下可以做幾個 好像可以打三隻欸 總共可以做 總共可以打三隻有沒有 那我們就直接打 啊對然後這個東西有沒有 是原始狼 我後來發現這個好像也是可以養的欸 欸他可以養欸 啊他養完是20滴血是怎樣 他很強嗎 他還是咬一滴血啊 各位 這狼只會咬一滴血啊 那我應該把他帶回家 我覺得狼蠻可愛的欸 我蠻想要把他帶回家養的 嗯 好啦我們先帶回家好了 帶回家 把狼帶回家養好不好 狼蠻可愛的我蠻喜歡狼的 我沒有那麼喜歡兔子 可是我蠻喜歡狼的 欸狼要不要過來啊 跟過來一下 你沒死吧 我還在這裡 他就是一隻黑色的狗狗欸 你們知道嗎 黑色的狗狗 就是藍家欸 你們知道嗎 藍家 藍嘎 去進去進去 哇他會咬 咬屁屁欸 好我們可以回去了 可愛 你們不覺得可愛嗎 然後我順便就是餵他吃 腐肉啦好不好 腐肉很多 幫他把血回滿 不然他血太少了 感覺很 一下就死了 喔 有沒有 這個血回很多了 來來 欸欸 喔 各位我們的狗狗 血回很多了 然後我們順便把兔子帶回來了 兔子的話我記得 你在附近而已啊 只是這真的不像兔子 你知道嗎 我把一隻推下去 我不要那麼多隻好不好 給我下去 我只要一隻就好 喔 喔 喔 兔子 因為他掉下去離我太遠了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太遠了 然後他就傳回來 然後傳回來摔在陸地上就死了 我的天啊 欸 你這兔子給我進去啊 你這王八能夠進去啊 來來來 可愛的兔子好不好 沒有 他其實一點都不可愛 總之我就讓他們兩個坐在這裡好不好 你們要好好相處啊 好啦 我們總之也把動物瓶子帶回來了嘛 讓我們剩下的就是 呃 再去前往那個 原始森林啊 然後這次我們要來打Boss好不好 欸怎麼 怎麼住院跟過來咧各位 而且現在剛好放晴啦 放晴應該也比較好打Boss吧 好的 那總之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好不好 這隻Boss感覺就也沒有很強啊 有沒有 他自己 自己的這個Boss召喚空間有沒有 都這麼狹窄了 感覺他也不是什麼多大的傢伙 感覺 我覺得應該不強啦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 召喚好不好 不給他面子了 哼 他叫什麼 特馬賽克 等一下 欸這這這 這不是我想的啊 他怎麼會射木頭給我啊 他還會生小孩 他還會生小孩掉下來 啊 他一直噴木頭給我是怎樣 喔他他會打到我啦 只是我不知道怎麼他會噴木頭 我覺得好像還好欸 只是我沒有想過他會生在上面啊 那我們就直接用這個天賴之鷹 幹掉他好了 天賴之鷹比較強 呃這不是天賴之鷹 這是天賴之送啊 他叫做我們的什麼 觀眾取得啊 黑暗黑暴風景 有夠惡的名字啊 不過這隻Boss應該也是輕鬆打 因為我可以找掩體 他其實打不太到我 他的木頭還不會爆 所以他 木頭打到牆壁還會變一般的木頭是怎樣 這到底在幹嘛啊 送木頭給我欸 我木頭又有越多 不過我剛好像看他會召喚小孩的樣子啊 他的小孩呢 我其實沒看到 喔在這一隻是不是這一隻 怪怪的傢伙 但其實好像沒什麼威脅 感覺沒什麼威脅啊 欸他這樣會不會東西噴下去虛空啊 你不要飛太遠啊 不要飛太遠 回來一下 回來一下 我繼續彈琴好不好 我是吟遊詩人 我就繼續彈琴好不好 當個吟遊詩人 彈琴給他聽 欸他跑過來 這是什麼 諾米特欸 他會叫一個叫什麼 諾米特的怪是不是 喔 所以說我們諾米特的套裝 就是他的套裝嗎 喔 我不知道 也許指名字很像而已 說不定 哇他好煩喔 我其實不想用弓箭啦 因為弓箭有擊退 他會被推很遠 欸他又生兩隻小孩了 我天哪他會叫他的小baby來打我 欸你跑太遠了 你回來啊 你這麼遠我沒辦法打你啊 他不要一直生小孩下來啊 好 各位我們快要打倒他囉 各位 主備囉 即將 送他見鬼去 我直接來彈琴解決他 彈琴 彈琴解決他 啾啾 喔 死了 森林災禍 他有災禍嗎 我覺得還好啊 他還稱不上災禍吧 沒那麼強啊 啊他重點是他東西的欸 他實在喔 我不知道 各位他這個有沒有 球球很大顆欸 代表說他經驗值很多欸 這是一隻經驗值還蠻多的BOSS吧 我們到時候吃吃看就知道 現在45隻了 我們全吃 好像 欸 好像還行 還好啦 沒有 比不上那個什麼遠古之力啊 遠古之力好像一次加十幾吧 還多少 這其實沒有那麼多 啊我撿到他的掉落物嗎 我撿到這個 知心 啊 知心 你這個是不是 少了什麼字啊 知心 我猜他想講的應該是什麼 原始森林知心啊 好不好 然後他還有掉這些 原始木 嗯 他有什麼差異嗎 好像沒有欸 沒有他專用的東西 就一般木頭 他掉那麼多木頭給我幹嘛 我瞬間木頭爆炸欸 這木頭也不是說很好看啊 那總是呢 我那個 心只掉一顆超少的 欸拜託 我要做原始塊 我會需要刷很多個欸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這不是卡玩笑的啊 我要一隻打的 他跟我出一隻而已 而且他也不是說很好刷 因為他會亂飛 哦 好煩喔 那總之呢 他還有掉這個 原始突擊者啦 那這個我就 不是了好不好 因為 因為看起來就不強 跟之前的東西是差不多的啦 所以說我們就是 繼續要把他繼續打啦 欸不對啊 我有天使套裝 我其實可以穿天使套裝 上去幹掉他對不對 我試試看 看能不能用近戰砍他 走開啊你 諾米德 我天使套裝 整套都有保護耐久 應該還行啊 不至於死掉才對 讓他們知道我 近戰的威 哇靠 WTF 我被秒殺 不行啦 天使套裝太廢了啦 我就跟你講 為什麼我不想要穿天使套裝 就是這樣子 上一集還有觀眾問我說 為什麼不穿天使套裝 幹嘛的 太扯了啦 我本來說 我還可以一戰有沒有 這被秒殺是怎樣啊 好的觀眾 我目前呢 已經在這邊打了 呃 5隻BOSS 各位看到就是我有5個雕像 然後 我找到了一個 算必勝的打法吧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我在這邊有沒有 有用木頭搭了一個 想要關注他的空間 但 但這個好像太小了 我後來就放棄 放棄用了 那我現在呢 就是在召喚一隻好了 教各位觀眾什麼叫必勝打法 首先就是呢 我們點了之後對不對 然後趕快飛上去 趕快飛 然後記得一定要繞著邊邊飛 有沒有 要旋轉飛 應該說旋轉飛 旋轉飛上去 飛到比他高之後有沒有 我們就不斷的旋轉 繞著他轉 他的木頭會從我旁邊掠過去 有沒有 有看到嗎有看到嗎 他其實會一直有木頭飛過去 就我只要是一直移動的狀態 他的子彈是追不到我的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慢慢打死 其實我現在不算必勝法 他不能卡 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 你知道嗎 在這邊慢慢打 反正他只要打不到我 有沒有 他再怎麼痛都沒意義 而且他一下也不能秒殺我 中一下我還可以回回來 那總之好不好 最後這隻我們就 快速把他打掉了 那個天那隻雙真的有夠吵的 OK 各位 我們打死了 然後底部一堆 一堆法師的那個藍藍的東西 飛上來 超恐怖 沒事還是不要被打比較好 然後那東西我們就撿一撿 我不要射我不要射 東西撿一撿我們就先回去吧 然後那個木頭真的是有夠多有沒有 各位看我那個木頭一直拿 沒打開之後他就給我 應該有100個木頭吧 一直掉欸 那總之呢 這個突擊者我就全部丟掉啦 我只留一把就好 然後不中塊東西我也都丟掉了 然後我記得這個原始森林有沒有 他其實應該也是有 礦石的 就是可以挖這個原始碎片 那我可能就是在這邊再稍微挖一下啦 畢竟我們如果要蓋門的話 只有46個還不夠 我們就稍微 魚骨一下吧 其實這應該不會花太久啦 就稍微花一段時間 哇觀眾我現在在找礦石的圖子有沒有 我發現一個怪怪的怪 他這個是原始傀儡喔 就是地表沒有發現的 我猜是要像這種很暗的地方才會出吧 那我們就趕快把他射死看看 看他會掉什麼 好康的東西喔 咻 我印象中他好像是會掉一個還不錯的東西啊 就這口他可以掉這個原始果的種子 好像是可以種原始果吧 我們就是可以稍微打一下 然後回家種種看啦 好不好 回家種種看 不過這個還是要小心一點 感覺他打很痛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繼續找那個 礦石喔 我其實在地底挖蠻多的 可是一直挖不到 我就想說能不能就是 繞一下周圍的空島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露出來的 礦石喔 希望會有啊 這樣我就可以 不用再配挖來挖去 所以說我們就先在這邊稍微繞一下吧 看在中底部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礦石 通常應該是要有的吧 欸 各位我找到了 就這個就這個有沒有 在這種邊邊的地方可以看到 然後這裡有怪傢伙 你給我下去 就這個東西喔 那我們就是稍微把它挖起來看看 那個不是 先裝備換一下 我把一鍵套裝帶出來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直接挖有沒有 喔 這樣53個 欸 沒了嗎 只有一格是不是 這超稀有欸 還缺一點點啊 缺三個 缺三個我才能夠 做下一個傳送門 沒關係我們再找一下 快樂的挖礦石 然後其實我有注意到啊 就是這種礦石有沒有 其實用我們的 盧比稿是不能挖的 它收穫等級太低了 我其實在想我後面要不要再 把稿子提升上去 我畢竟 畢竟如果不換的話 後面的礦 感覺就是挖不起來了 那我們目前東西收集夠了 我們就 平安的回家吧 Yeah 那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把我們的BOSS雕像給放上去啊 喔 有沒有 這個太陽神盒 這一隻大隻的東西啊 相似而對 兩隻都是奇怪的傢伙 我就稍微改一下名字啊 它叫做什麼東西 馬什麼東西的 特馬賽克斯 我們稍微改一下 這樣子吧 有沒有 特馬賽克斯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名字都有夠難記的 你知道嗎 也有可能是因為沒有什麼特色吧 我沒有怎麼記他們的名字 那總之呢 我們就平安回來了 那接著就是 我要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呃 農田給換一片掉 然後這一片我就拿來 種這個 原始果 反正我現在其實也不缺食物了嘛 對不對 這些食物可以快樂的打掉 然後就等它長吧 欸 它這個怎麼那麼高啊 它這個需要多少格啊 等一下 欸 它長一格就會掉那個原始果 啊 這可以吃嗎 不知道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吃的 因為它不能合成 喔 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好像 其實沒有很好用 就它 補的東西太少了啦 雖然說它有一個效果是 欸 瞬間使用 可是它只有補半格 如果要瞬間使用的話 不如吃這個魔法肉有沒有 這魔法肉是 原始世界掉的 它也是瞬間吃 可是它好像可以補很多 我記得補很多 就是肉的那個保濕度 好 那總之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去了 原始森林 其實逛的還蠻開心的 而且呢 我們現在也收集了 夠多的物資 有沒有 下一次就可以直接前往 新的世界了 比較可惜的是我沒有做出 那個 原始世界的胸甲 就是鎧甲和武器 但我應該就是私底下好不好 私底下再去一趟 原始森林農一下的裝備 畢竟私底下農就要花很多時間 各位知道我目前光這一集 錄到這邊已經錄了兩個小時 還不包括農的時間 你知道嗎 所以說好不好 比較農的東西 我就留在私底下做了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一集就 草波心到這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一會兒 我們下集再見囉 感谢观看